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中区居民 今天呢说说上海华庭民馆 上海华庭民馆的这个调查报告终于来了 判了判了多久了 上海通报华庭民馆集中隔离点 有关情况调查处理 信息我刚刚看到 我就想哪说哪 跟各位说说我的第一印象是 这慎重啊 上海慎重啊 上海慎重到什么程度 慎重到这点事 调查了三个月 三个月 就调查这个华庭民馆 第二个印象是 非常重视 这个调查组 没写是哪的调查组 但是这个调查组是上海市委批准的 所以在整个大上海最高当局批准的 这么个调查组 第三个印象是这个调查报告 我反复看 我看了六七遍 为啥看这么多遍 话里话间我总想解读出一些东西来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太简短了 一共就六百个字 这么大个事 六百个字 你就写起来之后 这是文风改变 毛主席又改造我们的学习 改造我们的文风 要讲短话 上海果然是帅风气之间 这么大的事 这么长时间 这么慎重 三个月调查 最后呢 给我们六百个字的调查报告 你说是不是 这个报告的撰写人 他们就是要在 努力把文风改变这个问题上下了更大的功夫 以至于他们用字太少 所以这里边有些事看不太清楚 所以第四条 我的印象就是这个 这个里边肯定是保密 肯定保密 因为这里面你查不到任何具体情况 都是一个概念 一个概念 一个概念 而且都是纲目 就像是一个提纲 一共就六百个字 华庭宾馆这么大个事 第五条印象 我倾向于也许上海的同志 他内外有别吧 是吧 我反复看看 最后我就在想 可能内外有别 我倾向于认定呢 现在发出来这个稿子 可能在网上发的 就是为了网上发的 反正没什么细节 里面没什么 没什么说的 实际调查情况 一定比这个要复杂的多 对吧 上海疫情到今天呀 这波子 感染人数 按照官方的说法 超过六十万人 死亡五百八十五人 这不包括那些 因为疫情次生灾害而死亡的人数 造成上海 以及长三角 那乃至全国经济损失 有人说以万亿计 这个我没查到官方 关于上海损失的确切说法 我不敢讲 但是有一些呢 地方媒体的报道 说上海封城影响 长三角财政 陷入暴跌 断崖式暴跌 你现在能看能查到杭州 杭州财政收入比同期暴跌 百分之三十七 杭州收入一下少了百分之三十七 苏州同比拒减 差不多一半 四十九点六 宁波少了三十六点一 南京更是直接腰斩 同比减少五十四点九 这长三角吗 现在全球疫情仍然得不到控制之下 全球啊 新冠疫情死亡人数 一千五百万人 感染五亿人 这波上海疫情万一到全国二十八个省市区 而源头在华庭宾馆 华庭宾馆这个事情啊 为什么重要 为什么我们盯着这个报告盯了这么久 就是想弄清到底咋回事 同样 香港来的疫情 深圳一个星期搞定了 比这之前 就跟北京啊 如缝衔接的大城市 天洁 迎战 首战奥密克戎 拿下了 所以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啊 过得刚他们那个班子都有人给我打过招呼 说什么呀 说老师对天洁这个评价 我们天洁自个儿不好 垂牛啊 天洁首战奥密克戎 愣是给拿下 取得经验 天洁经验被低估了 非常重要 有钱 有天洁经验 同时期啊 肩膀一般旗 同样被香港疫情污染的上海 深圳 天清地宁 上海变成这么一个结果 原点 上海这波疫情的生发原点 在华庭宾馆 所以这件事具有非常重要的典型意义 所以这个解剖非常之重要 但是我们这六百个字拿过来 你解读起来很困难 上海的事啊 这波子疫情所发生的一切 真的有必要认真总结 你认真总结 你才能够很好的应对可能到来的下波疫情 上海那这个上海发布 讲这个华庭宾馆 特别简短 一个句话 一个句号 说2020年2月21号 华庭宾馆被征用为入境人员 集中隔离点并紧急使用 句号完了 第二个句号3月2号起华庭宾馆 集中隔离点的工作人员陆续出现核酸 检测异常情况3月5号被列为中风险地区 先后累计有62人核酸检测阳性3月20号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我有个上海的朋友跟那疫情有点关系 他是这方面的防疫人员 他就是司马南你看看 你看看 这个地方是上海这波疫情的生发原点 就好比是一个质点爆炸了 宇宙大爆炸 然后诞生一个宇宙一样 这个地方出来62个人 阳性居然是中风险地区 然后调查报告说 就低风险了 3月2就低风险了 报告里面说 3月13号市政府批准成立调查组 然后在华庭宾隔离点 有关疫情有关展开调查 就是你看3月13号 今天多少号了 今天11号了吧 6月11号了 我说3个月差点一两天 然后说调查发现什么了呢 是调查发现 徐汇区委区政府 以及区卫健局 民政局 徐家汇街道等部门 单位相关领导干部 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不利 这话具体内容没有 没有 反正领导人喜欢这么讲话 在华庭宾馆集中隔离点 管理中存在自度破防 闭环管理 未落实到位 还有一个问题 叫做自查整改流域形式 管理漏洞 还有第三个是导致工作人员 隔离点感染 造成大面积后果 影响巨大 教训深刻 也是面中后果 没讲 影响巨大 怎么个大方 没讲 教训深刻 请问教训中的讲讲吧 没有 没有教训 就是很深刻 深刻到没有 然后成立第二组 成立第二组调查最后 就来结论了 决定 责令 徐会区委 区政府向市委 书面检查 健身感 就写个检讨书 第一条 第二条 区委书记曹立强 严肃批评 检讨书 完了 第三条 区委副书记 区长 姓中 叫中区长 党内警告处分 第四条 区党组成员 夫妻长 高天 党内严肃警告处分 免资 差不多后来就就就一个一个的 反正是念了 就处理个七八七八个人 都是都是这样 嗯 谢监导书 警告 最重的免职 那 撤销党内职务 还有呢 比较轻的叫七个人 借免谈话 然后就落款了 落款全程很长 叫上海华庭兵馆集中隔离点有关疫情问题的专项调查组 这个组是由什么人组成的 有多少人 你们采取什么方式调查 调查到的问题有哪一些 你们对哪些做了认真的梳理 发现是怎么一个情况导致了这个华庭兵馆疫情外泄 是真如传说的那样 是你们的中央空调 还是外来人监控不利 还是外卖怎么着 什么都没有 反正就完了 实话说 我对我们这个文风如此之简练 高度评价 我对调查时间之长 高度评价 但是报告写成这个样子 我不敢说批评 咱们这个退休老头退休老百姓离开政府机关那么多年了 我虽然过去我也是在国务院机关写 写公文出身的 我不太懂 我没看明白 那这个有明白的人呢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 我有个公众号叫德纳视角 道德的德 就采纳的纳 我看他像是上海的一个同志 他里边讲到上海问题的时候呢 他说了几条 我说是他说的 不是我说的 我没有这个水平和能力 他说上海的防疫部门呢 3月14号 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新冠病毒肺炎质量方案 当时是第几版 这第九版吧 嗯 国家诊断标准 但是呢 上海没有采用 上海本地诊断标准 上海自个来一套 啊 只要没有肺部阴影 就是无症状感染者 然后呢 这件事呢 被有的专业人士 我说他有的专业人士认为 这叫上海降低防疫标准 那就降低防疫标准 这就被降低上海防疫措施 提供理论依据了 实际上 这是奥密克戎病毒导致的患者 有肺部阴影的症状的 本来就少 你坚持肺部阴影 这事如果是大家都不了解 就像武汉当年一样脑袋懵懵的 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现在国家卫健委的标准在这 上海有什么必要 一定要自个儿搞一套标准呢 那就去降低这个标准 奥密克戎啊 便宜毒株啊 临床表现不典型 多出现类似上呼吸道感染症状 所以上海疫情部门 明显自我升高了诊断标准 就相对减少了新冠确诊统计数字 那定性为无症状感染者 自然就不设高风险区了 华庭宾馆都没设过高风险区 实际上无症状感染者 仍然具有高传染性 这就为上海疫情隐蔽性扩散 乃至扩散到28个省市区埋下了种子 这个得纳是谁我不知道呀 但是他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啊 如果我转述这件事情啊 不确切啊 您批评我 我马上又改了好不好 还有一个问题 就上海疫情 哎呀 一直就没有高风险区 这件事好多人问过我 我说是我 我说不上来 因为咱们不专业嘛 对吧 问隔壁王奶奶老太太更是老太太料事无神 她也招样没说法 她不知道呀 因为你没有高风险区 那你就让政府 民众降低了对疫情的警惕性 至少有客观上有这么一个作用 所以降低了疫情防控的措施 这有没有可能 这件事情导致了上海疫情的隐秘性传播案 你等到上海疫情大扩散 确认人群已经到二十几万的时候 二十几万人群感染了 那才设立高风险区 这时候老话叫黄瓜菜都凉了 老话虽然也讲亡羊不牢 尤为完以待二十几万人的果然感染 社会带来的动荡和损失有多大 七十几天处于封闭状态 不能出门的老百姓感同身受啊 还有上海今天解决了没有 健康码 没有绿马黄马红马的区别 那你这阳性人群没有有效管控 所以疫情扩散啊 前段时间上海的健康云系统 怎么就老崩盘呢 我就搞不懂了 这东西它怎么就老崩盘呢 北京的健康保持怎么就不崩盘呢 你那老崩盘那事可以说对上海疫情传播 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效果 有一个搞互联网的年轻人跟我说 他说了一大堆技术性的东西 我听不懂 我想转述 我都不知道怎么转述 反正是个事 是吧 那红马黄马绿马 这都这东西弄不利索 到现在为止 大家知道吧 一个核酸检测 我这两天 我坐到这 我刚刚检测完核酸检测 每天都得检呀 因为核酸检测仍然是发泄 新冠疫情阳性的主要的检测手段 准确率高于抗原 重说一遍 我这时候 我这打电话 问了几个人 他们说核酸检测准确率高于抗原检测 所以啊 核酸检测 是以动态清零扼杀高传染性的奥米克荣毒株的 特别是疫情扩散早期啊 这是主要工具啊 但是有人就不理解说上海疫情早期 你都知道香港疫情真相 知道香港的人来了以后 进入这个华庭宾馆 你知道他高传染性 你知道一个传九个多 一个传十个吧 但是你上海早期已经发现 疫情扩散 那个时候 哎呀 没有扩大核酸检测筛查呀 那个时候还在唱精准防控 精准防控是对的 精准防控是对的 但是精准防控之下 你具体措施呢 是吧 核酸不筛查 你画这么一块 你是画这么一块 画得很精准 但是因为他一个传十个 他跑得很快 你所谓流调速度 跟不上传染速度 这是从华庭宾馆 窜出了火苗 然后呢 火烧连营的最重要的原因吧 是不是可以这么看 就是很简单的说 你为什么迟迟不肯 做全员核酸检测 所以你就导致 你只有精准防控之名 而无精准防控之实 上海疫情从华庭宾馆出来之后 隐秘性传播进一步扩散 导致上海疫情 大面积时空又扩散到全国去 那就是说核酸检测 既然这东西有效 为什么不以核酸检测为主啊 也要以抗原检测 抗原检测这个东西 做抗原检测 而不做核酸检测 你这个东西 我在北京就没做过抗原检测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上海 要大推抗原检测 上海啊 抗原检测 而且这个抗原 有人跟我说美国抗原 对不起啊 这事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什么抗原 美国抗原 德国抗原 有一个圈的人跟我说 这是上海有人推的 还有很厉害的一个人推的 叫美国抗原检测 并且要求检测人员自觉配合 他说这不行啊 你把上海这种的 疫情防疫安全问题 建立在人自觉配合基础上 有一个人不自觉 不就瞎了吗 你就会导致阳性人员流入社会啊 导致疫情扩散啊 因为我们不了解具体情况 因为这个报告写的 过于简短 只有600个字 我们对这些人给予的这个处分 到底是轻了还是重了 没有发言权 不敢说 但是呢 就华庭宾馆的这个小火苗 窜出来 然后弥漫到全市 然后呢 扩散到全国这件事情来说 这个错误啊 造成的损失可不可谓不巨大 好了 学期节目时间快到了 对华庭宾馆这个调查报告 人们的期望越高 那失望就越多 这报告写得过于简略 有可能是调查组 有一个详细的报告 只不过不想给我们看 那既然我们没有看到 我们就多问了两句 我再强调一遍啊 我说的如果 万一说的不对的话 您批评我啊 我愿意接受您的批评 但是我们对华庭宾馆这件事情 以及上海疫情扩散 迷茫到全国这件事情 心里面确实有好些问号 感谢收看 再见